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高楼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蓝图 在这个蓝图里面你必须要有所谓的tuning factor M&E drawing 或者是construction drawing 或者是一些detail的一些计划打造出这个高楼 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准备工作 那这个准备工作要得到的目的是什么 是需要有更系统化 更规模化 更有清晰度的去建这栋高楼 对不对 那在建这栋高楼 你必须要把每一个细节都给做好 那你这个高楼才不会垮下来 那做企业也是一样的道路 如果今天你要打仗出一个成功的企业 你必须要有一个蓝图 在这里呢 大叔老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蓝图里面的一些小小的细节 让大家掌握一些基本的一些技巧去建造这个蓝图 在做企业之前 你必须要明白到你为什么做这个企业 你想要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你想要赚多少钱 你想要多少年后出产 比方说你今天投资了这个500千 这个500千过后 你希望两年后这个企业能够值多少钱 你这个企业要如何出产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Azit Strategy Azit Strategy的意思就是你如何出产的意思 你打算把这家公司搞上IPO吗 搞上市吗 你想要找更多的这个投资者吗 你想要赚更多的PE Ratio吗 PE Ratio的意思就是Price to Earning Ratio 如果你一家公司的进场是500千 可能三年后这家公司值了5个Million 那在这个5个Million里面呢 500千5个Million就是10倍的PE Ratio 如果你这5个Million你把它搞上市 可能它可以拿到另外的15个PE Ratio 就是另外的15倍的意思 那这些大企业你可以看到国际品牌 他们都是在搞着这样子的一种游戏规则 那前提是在于你必须要有非常系统化的方式去搞钱 不是乱乱搞 如果你乱乱搞的话呢 到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 很多的企业就是这样子做 比方说今天我在搞一个餐厅 我开餐厅 我投资了500千 第一年我很赚钱 第二年我也很赚钱 第三年过时了 或者是你对面开了另外两家新的餐厅 给你餐厅没有生意 然后呢第一年赚了钱 第二年赚了钱 拿来贴股 第三年 第四年 然后更惨的是第五年没有赚钱 你需要另外再贴股额外的这个金额 去把这个店给清理干净的车祸 还回给你的那个店主 你是不是要这样子的企业 如果你不是要这样子的企业的话 你从今天开始 你要为你的企业打造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蓝图 可以写吗 好 在蓝图里面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种蓝图 第一种蓝图就是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品牌蓝图 在这个品牌蓝图里面呢 涵盖了你的产品研发的蓝图 也就是说一年到三年你的产品会变到怎样 涵盖了你的市场的蓝图 在一年到三年里面 你这个市场的这个扑盖力 你需要多大的市场 你要多大的market segment 比方说在马来西亚有三千万人口 在整个东南亚有六千九百万人口 在这六千九百万人口 你需要占据多少的这个市场占有力 那第三个来讲呢 品牌的这个知名度 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你需要提到多高 这个东西你需要做出这个考量 所以第一个就是品牌蓝图 在这个品牌蓝图里面呢 你必须要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 我一直都告诉企业家们 如果你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你是很难把企业给做起来 所以有了这个品牌蓝图 第二个我们把它叫做人本蓝图 在这个人本蓝图里面呢 这一年到三年内 你需要怎么样的一些专才 你需要怎么去布你的局 这个所谓谋事之多乃是成功之道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局部的好 前线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运营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货端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在这个蓝图里面 你这个人本蓝图里面 你必须要很清晰的去布你的人的这个布局 这个人本蓝图必须要跟这个品牌蓝图扯上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人本蓝图的这个本质是拿来支配这个品牌蓝图的 那最后的蓝图呢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资本蓝图 这个资本蓝图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在这个资本蓝图里面呢 你希望在多少年内这家公司变到多少钱可以值多少钱 打个比方说今天蓝图里面他讲的几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就是比方最基本的就是你的财经预算案 就是你每一个月的PM要forecast 每一个月的PM要report 你的GP margin是多少 你的NP net profit是多少 或者是你的ROI其实可以拿回来 ROI的意思就是Return of Investment 然后你一年内你的Revenue你要赚多少钱 然后你的PE要赚多少 所以这个资本蓝图里面 它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数字 如果你这个数字是不够清楚的话呢 你不是在做生意 因为做生意就是数字游戏 可以理解吗 所以这个资本蓝图在结合了人本蓝图 在结合了这个品牌蓝图 就好像你建一栋大楼 你拥有了这个完整的这个蓝图 还有它不同不同的compartment已经有了 做企业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带有意识的 带有清晰度的一种方式来做你的企业 这样子你每一天睡都比较安稳一点 可以理解吗 我是您的品牌企业老师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 我希望你可以帮大叔老师分享给更多人 让更多人知道 在马来西亚我们需要为马来西亚的品牌做出努力 我们需要为马来西亚的品牌做出一些贡献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 我希望你也可以多一点留意 我们大叔老师的视频 我在这个品牌和企业舞蹈的工作里面 我已经做了18年 在这18年的期间 我确确实实拥有很多很多故事的一些经验和方法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多一点留意我们大叔老师的视频 还有也多一点留意我们branker就是品式的视频 好不好 所以我们到时再聊 拜拜 拜拜